南投縣總工會日前於南投高中盛大辦理 全縣勞工運動大會 各職業工會也都踴躍參與 縣議員林芳宇、張家哲、蔡明軒、簡俊廷 與立委馬文君也都出席活動 總工會理事長縣議員鄭正妍 也勉勵勞工朋友們 在職場上要專心投入 共同為地方經濟來打拼 要對老闆要認真、認真、打拼 老闆就像人形容童母 童母如果過共有力 我們童母就認同一個 所以一個企業會成功 就要童母為童母 全國的企業才會成功 縣議員林芳宇除了駐運動大會圓滿成功外 也取許縣內工會在曾議員的帶領下 每位勞工都能夠在職場上有更好的表現 來參加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南投縣有這麼多的 各行各業的工會 目前為止有38個 陸陸續續 我相信在曾議員的帶領之下 會越來越成長 會越來越好 在這裡希望說 他們能夠在他們的職場上 除了有好的表現之外 也能夠有一個安身立命 有一個安全的職場 讓他們為自己的家園打拼 縣議員張家哲肯定活動 辦理的用心 也祝福勞工朋友身體健康 能在工作崗位上 持續來奉獻心力 那也很感謝我們南投總工會的 鄭鄭炎理事長 帶領大家舉辦的這樣一年一度的 這樣子總工會的活動 運動大會 真的是值得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當然我們也要祝福 我們這些勞工朋友 身體可以健康 那個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繼續奉獻 那也希望我們的總工會的未來 可以越來越好 縣議員蔡明萱也期許透過 全縣勞工運動大會 增進各工會間的互動 使縣內經濟越來越進步 全縣勞工運動大會現場盛況空前 各職業工會也都踴躍參與 縱議員們也期許透過活動 增進各工會的互動並凝聚相信力 使縣內經濟因此能夠更加繁榮 記者盧宇凱南投採訪報導